虽然台湾疫情趋缓 但是全球的疫情还没有稳定下来 所以交通部观光局宣布 为了防疫 持续暂停旅行业组团到国外旅游 也不可以接待来台的观光团 尽力延长到6月30号 旅行业者决定要力聘战场 国内旅游 澎湖跟花东 都成了热门的地点 旅行上人员电话接不停 国外旅游暂时飞不出去 国内俨然成了首选 业者寄出档旗优惠一上线就被秒杀 可见民众真的被闷坏了 不过出国旅游还得再等等 虽然国内的疫情已经缓和 不过国际的疫情还是属于严峻 所以我们局里面就配合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那相关的一些措施 国外疫情稍不完 为了持续防堵 观光局二度延长 出国禁令 三月十九号首次宣布禁止出团 和接待国外旅游团到四月底 接着又宣布延长到五月底 这回又要继续延长到六月三十号 何时解禁人事未知数 当然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应该都在预期中 甚至于就说七月是不是有可能 看起来应该也未必 出展禁令上路两个月 第一线旅游业挨红遍野 近来刘洋两国提出旅行泡泡的做法 开放去零疫情国家 国内旅游业者也准备好叙事待发 苗者暑假除游忘记各大旅行社 把主力放在国旅上 国内澎湖花冬旅游成为热门首选 业者力聘战场只能等待疫情结束 产业慢慢复苏 既有科目是叶志雄台北采访报道